字幕提供 OK 那我已經使用這個Jobrat OK,那我已經使用這個Jabra Elite 我已經使用這個Jabra Elite 85T8 我已經使用這個Jabra Elite 我已經使用這個Jabra Elite 我已經使用這個Jabra Elite 85T8 我已經使用這個 我已經使用這個 Jabra Elite 85T 我已經使用這個Jabra Elite 85T 三個多月了 我已經使用這個Jabra Elite 85T 三個多月了 我可以來深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優缺點 還有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我覺得這套Elite 85T 我覺得這套 我覺得這個85T最有特色就是它的舒適配戴性 就是它介於入耳式那種矽膠的入耳式耳塞 跟AirPods那種硬頭的之間 所以它是有平衡 我覺得這個Jabra 我覺得這個85T最有特色就是它的舒適配戴性 就是它介於入耳式的那種矽膠耳塞 跟AirPods那種硬頭硬梆梆耳塞之間 所以它是一個稍微有一點隔音 但是又不是像矽膠耳塞那種完全塞住你耳朵的感覺 它就介在一個舒適跟音質中間 一個取得完美的平衡 這個85T最有特色就是它的舒適配戴性 就是它介於入耳式那種矽膠耳塞跟AirPods那種硬頭的耳機之間 我覺得這個85T最有特色就是它的舒適配戴性 我覺得這個85T最有特色就是它的舒適配戴性 它介於入耳式那種矽膠耳塞跟我們的AirPods那種硬頭耳塞之間 所以它是... 我覺得這個85T最有特色就是它的舒適配戴性 它介於入耳式那種矽膠耳塞 有人不太喜歡那種塞住耳朵的感覺 那它也不是那種硬頭的AirPods那種幾乎沒有隔音效果的感覺 它是介於中間就是有一點點的隔音效果 但又不會有那種矽膠耳塞整個把你耳朵塞住的不舒服感 所以它就是介於隔音跟音質中間做一個平衡